所以我们讲完刚才说被遮掩被抽离的档案 讲完刚才那些例子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大概只有40分钟30分钟多 我就很简单的用口语 我不再用其他的图片来跟大家说明 真实的档案不公布以外 我们刚刚讲的是有些真实的资料不公布 甚至于今天更严重的是什么 有关机关有时候会配合当权者 选择性的公布一些档案 而选择性的公布一些档案 不但不能够把真相厘清 反而会使加害人和被害人的仇恨更难解化解 譬如说第一次政党轮替2003年 2月28号到3月12号 国父纪念馆举行了一场 美丽岛事件档案展 去看的时候啊 我心里其实非常难过痛苦 他公布的第一首史料居然是 他应该是让大家了解整个事件怎么经过的 他让整个历史场景还原 去体会自由民主人权珍贵的价值 但是展览最主要的出现的是什么 是白色恐怖的判决书 各位都知道什么叫做白色恐怖时期 军事审判的判决书 判决书里面主要都是对于被害人 被驱打成招 或者是加害人欲加之罪的形容词跟连接词 各位都知道那就是判 他如果不写那些内容 他没有办法判下来啊 你公布判决书 你完全没有其他背景 然后你公布自白书 自白书更可怕了 自白书甚至于 我可以讲不要讲九成 百分之百都不是真正的自白 当事人若还存的 他一定会去修改他的自白书 说这一段是他逼我写 这一段他念要我写的 结果你看到的展览就是笔录 自白书跟判决书 这些不是自由意志下做成的 有政治目击的文件 却成为第一次 转型正义大规模的展览 结果造成受苦受难良心犯的二次伤害 请问做这样子是的公务员 策展者 他们难道是有意要这样做吗 不是 是因为国家政府机关提供这些资料 办了一个展览 我们能够没有经思考 就能够做这些伤害继续进行的事吗 我讲这些的目的 我之所以要提到德国对历史的反省 跟我们的历史档案到现在还藏在档案室里面 我主要的目的就要说 我们所有的人可能都在某一定的情况之下 参与了这些所谓无知的 或者是不经思考所犯样的错误 各位想想你如果爱你的国家 你如果活在1930年到1940年的德国 你因为成绩非常优秀考上公务员 你开始很认真地从事公务 而且你认为你自己是一个很真基督徒 你也非常讨厌 有人说他不相信弥赛亚已经来了 当上级命令你去逮捕 一个犹太人的时候 你会不会跟所有德国人一样 有偏见跟很残忍 我提出这样子的问句隐含的问题是 我们难道会比他们更优秀 更清白一点吗 我们难道不是跟我刚才所举的例子一样 也是一个有罪的罪人 在某些情况之下 可能因着魔鬼的驱动 也变得那么劫恶 没错 看到德国再看看台湾的历史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加害人 我们看看台湾历史 我们在思考谁是白色恐怖的加害人 在那个时候多少忠心执行两讲命令的 相信自己打击的是国家敌人的有多少 罪的本质是相同的 这个不就是圣经透过以色列人的历史 教导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吗 如果你熟悉旧约的历史 如果你熟悉先知书的警告 你会发觉以色列人历史 不会就是这么一个循环吗 被救赎得救 然后就活得很安逸 然后就背逆 劝告他 不听惩罚他 呼救 神就怜悯 又得救 继续有哀义 然后又背逆 没停过 光四世纪六个循环 从出埃及 一直到 犹太 犹大国并被灭亡 这一个现象没有停止过的循环 我们基督徒今天为什么要念这一段历史 犹太人的这一段旧约呈现的历史 那个时候的王做了讨神不喜悦的事 那个时候被教导 叛逆 被掳 回录 回归 建圣殿 这一段故事对我们有什么意义 最重要的意义 就是世人都犯了罪 我们真的比以色列人更不悖逆吗 当然不是 从神学的角度上来说 旧约描写以色列选民的经文 就是说我们今天基督徒可能做的事 先知对以色列人警告 就是圣灵借的文字 对我们所有基督徒的提醒 提醒我们 今天所有的基督徒 都会犯同样的循环的错误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所以我今天提出路德反犹太的言论 重点不是要我们去歧视马丁路德 去批判 在历史上被神所重用神的仆人 我们也不是批判在历史洪流中 犯了大错的德国教会 我今天讲这一段 也完全没有丁点的意思 想要谴责档案局的官员 或者那一个公布档案背后藏的 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政治人物 我唯一的目的 我今天来跟大家报告 就是我们在这么多错误中间 我们可不可以找到一个我们自己的罩门 避免有一天 我们也会犯 我们今天讨论这些人的错误 1933年 纳粹因为反犹太 甚至于主张到什么程度 他们主张干脆删除旧约 和保罗对犹大人的预言 在罗马书 这种异端的言论 居然发生在神学基础 这么深厚的德国 我今天念神学部分的一些书籍 我大概90%都是读德文 因为他们实在从宗教改革以后的论述 非常非常的多 瑞士 德国周围的国家 居然像异端一样的主张 删除旧约 删除圣经里面对犹太人的预言 也可以被当时神学基础 这么丰厚的犹太 德国教会所接受 这对我来讲是多大的一个震撼 我经不住要思考 我跟大家分享我的思考 我自己的信仰 会不会也是这么脆弱 这么明显的异端 可以被当时的德国教会所接受 有没有一天我会被撒旦 试探到 我的信仰也这么脆弱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 我们如何面对过去的历史的加害人 我们刚才痛苦的思考这些人 他为什么会做出这些行为 为什么为什么 所以我最后呢 我就举出一些例子来 我们来思考我们究竟怎么来面对历史真相 我们怎么样来面对 我们认为现在还存在在我们社会中间 许许多多的加害人 换句话说 第一种 我用世界各国的例子 他大概有四五种处理加害人的方法 第一种就叫严惩加害者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法国做了一段时间 法国就很简单 他把通敌的协力者替法 游街示众 判徒刑等等的方式羞辱 罗马尼亚共产瓦解之后 对统治者用私刑审判 立刻枪决 这种方式我相信 不是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 会想象可以做的 或者有必要从事的作为 说我们去做这样子的 对败害者的行为 多数的国家用的叫除购法 这些国家对于威权时期 统治的军工司法人员 做全面的清扫除购工作 就是透过检查 不管透过档案的检查 一个一个一个把过去的个人的过往找出来 然后从德国的公务体系全部清洗干净 比如说像德国统一以后 他们透过检查 把法官检察官一半革职 公务人员 三分之二 遣散 四万两千人 而且对留职的军工教司法人员 实施全面的再教育 我在留学的时候 的大学老师 我听说他们全面性的都参与了再教育的工作 为了要除够 把原来错误的思想 错误的体制 错误的人 全部做一个再教育的工作 波兰 要求凡是竞选公职的 从总统开始 国会议员 担任法官检察官 所有高阶的人都应该都要写一个叫清白声明 要声明自己 1944年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开始 到1990年 共产党瓦解 这40多年不到50年时间 你有没有成为 共产特务机关的共犯 除了选举的时候 公布大众以外 如果事后有任何资料 显示你声明不实 就要受到相当的处分 捷克的除够法 更进一步的 把在威权时期担任军警特 媒体的有些人 认为把它排除在一定期限内担任一定的工作 这一点有点像 我们社会上 我记得去年六月 小英总统提名了司法院院长副院长 可是舆论对于被提名人 在美丽岛事件的执行角色质疑 因此就重新提名 有点类似除够的社会概念 可是我也觉得除够在台湾 在台湾现在已经不太合适了 因为台湾不像德国东欧 是透过转型正义来引领民主 我们则是民主化以后 三十年二三十年 我们才开始面对历史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 再跳过这二三十年 去看一九八几年 一九九零年以前的如何除够 那剩下的方法 有人认为可以用社会制裁 什么叫社会制裁 就是当真相厘清 档案处理研究完毕以后 把所有可能的加害者姓名 公布出来 巴西圣保罗的天主教会 最有名的 各位都知道巴西那个图像 圣保罗教会 他在教会 一九八五年就公布了 刚刚离开独裁统治 一九八五年就公布 从一九六四到一九八五 这二十一年军事独裁统治的时候 四百四十四位 曾经行求别人的公务员 二零零三年 捷克内政部公布了 七万五千个特务跟他的姓名 他全国人口才一千万 换句话说 廖北亚的比例是一千个人就有七点五 二零零五年 波兰三千八百万人 他公布了廖北亚有二十四万人的名字 你自己去查 你有认得谁 或者他有没有揭发你 刚才我跟一位我自己中学同学聊的时候 他自己从法国闯关回来 他到现在可能还不知道谁当年举报他 让他成为黑名单 就好像我碰到好多的人 像张富美 以前的委员长 我在科幣的时候认得他的 他两次跟我讲 立民啊 你下次看档案的时候 他说我真的不知道当时谁举报我 有一天我就忽然不能回国了 说不定哪天我们又冲去找档案的时候 不小心看到有张富美的资料 这不可能的 因为那个资料是在汗牛冲动 那个需要全国有系统的来做 德国的做法你知道多精锐 他可以把碎纸机碎掉的档案 他一张一张贴起来 他一张一张贴起来 就被特务机关因为 一张一张贴起来 他现在还发明一个软体 可以让睡完的只自己寻找他的伙伴 这个叫做体制的转型正义 全部社会的人都在工作 我看这一块 你看那一块 他处理那一块 我们一起来处理 我们的工作不是在寻找 那个代罪羔羊 他们都在 各位看看 我刚刚讲了 波兰全部人口3800万 他们公布24万 比例也是1000个人 有6.5个 如果按照这个比例 我们台湾有将近两万 我们台湾有将近18万人的 料不 这种交给舆论 来制裁的方式 我也有一点保留在现在这个阶段 因为加害民单的取得 通常是很单纯的 没有经过处理 就从那个机密的特务机关拿出来 他们在写某假某椅 就像我曾经处理过一个案子 现在大家都认得的 我孤隐其名 认得的政治人物 还在政坛上 然后他是廖培亚 他被说是廖培亚 所以他就告那个 说他是廖培亚的人 我就处理这个法律案件 因为刚好我因为了解 转型正义 我就认得这个人 然后那段过程 我就越发的相信 原来这些加害者 他每个人都有一段 其实别人很难想象的原因 所以加害者名单 其实有的时候 是由特务机关就把它记录下来 他可能 只是为了要加害某个人 公报私仇 他的可信度 有的时候会有争议的 就像波兰 转型正义做完以后 获得最光荣的那个人 叫瓦雷萨 瓦雷萨 后来也因为转型公益工作 做完了 他当选了波兰的总统 可是去年 他居然被另外一个档案发现 他真正的匿名 因为各位都知道 廖北亚一定有个名字 真正的匿名是另外一个 而那个匿名 他就是廖北亚 所以他不乱从事多少运动 他永远是安全 不会被逮捕的 因此他现在已经被 德国法国几个单位 取消当时给他颁的奖 这种事情之繁复 之精细 重点在于我们的心 因为我们要小心地 把这个苍疤拨开来 真怕它苍疤又开始流血 这种社会不安 会不会因为 这种社会舆论的制裁 造成的更严重 我们必须要更审慎地来评估 当然干脆也有人说 区记忆法 简单地讲 那个字区 就是不 不记忆 想办法遗忘 我们现在台北市市长 好像采取的就这个策略 记得干什么 也有许多国家 采取这种方法 像2014年以前的智利跟巴西 对于那段独裁统治 1984年巴西 1985年独裁统治结束 他们开始 成立资料 公布了一些以后 他们就停下来 不做了 说我们不需要做 过了30年 他们现在又开始 组织真相调查委员会 有点跟我们类似 我们现在才开始 要想要组织 还没组织起来 真相委员会 智利巴西 他们先通过一个 叫赦免法 先对于所有可能还没有发现的加害者 做大赦 不管你曾经做过什么事 告密的 行求的 自己杀人的 一律赦免 免除法律追溯 降低加害者 因为怕被追溯 而抵抗转型正义的干扰 这种处理叫做趋机义法 台湾目前 有一点这种趋势 有相当多的政治人物 大概也认为 我们只要对于某一些纪念物啊 等等等等就处理就好 可是我觉得 这种方法也不见得是一个好的方法 譬如说台湾最近不同的族群 去砍不同的人 一个叫八田羽衣 一个叫蒋中正的头 台湾没有办法去把真正的历史 呈现给所有的人 尤其呈现给我们的后辈 因为他们 没有经历过白色恐怖 他们完全不理解那一段 他们慢慢会完全不记得有这一段 我们一定要教导他 任何人都可能犯那个时候的错误 可是他们已经没有人教导了 我们一定不能够采取遗忘的态度 因为我认为历史可以宽恕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神会饶恕我们 但是历史不可以遗忘 因为历史是让我们不再犯错的唯一根据 不对加害人迫害的事实 跟他的方法有完全的真相理解 我们将失去人权跟民主最重要的素材 如果我们对过去不公不义 选择遗忘 意味着我们对于将来 是否会发生同类型的事情 漠不关心 随着世代交替 我更觉得随着威权体制 加害者逐渐凋零 你就会发觉历史教材的争议 才芳心为爱 就是因为转型正义的历史真相没有完成 所以我愿意最后 我提出一个南非自我认罪的见证 给大家做参考 在众多转型中间 我唯一比较注意的 因为它跟教会有关 就是南非的做法 各位都知道南非是黑白冲突的转型正义 它是种族的歧视 南非宪法法院的法官摩罕摩德 在一个加害者跟被害者在判决 在争议的判决中 因为被害者去告他的名略者 他在他的判决书写了一段 我就印象很深刻 他说为了达成 成功的协商跟转型 转型的条件 不但是需要过去受害者的支持 也需要那些会被 自由平等的民主社会 威胁到的人的同意 就是加害者的同意 如果新宪法没有杜绝 报复跟报仇 那么可能就会受到 有一批人在抵制新宪法秩序 基于这样子的考量 我们必须要做一个真正重大的决定 就是我们大家要共同了解真相 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需要报仇 我们需要修复伤痕 不是去报复个人 我们需要共生 而不是寻找戴罪羔羊 所以依照南非 他也成立了真相委员会 真相委员会呢 他下面就分成了 严权侵害委员会 特赦委员会 补偿委员会 这些我们都可以思考 可是我觉得真正重要的是 在那个人权侵害委员会 真相委员会 他的做法 被害人根本不必被咄咄逼人的 面对他曾经做过的坏事 因为如果把他送到法院 把他送在工作场合 或者把他资料公布 把他名字公布 他会受到社会这样子指指点点 所以我们需要先做的是什么 特赦 我真的很同意赦免 可是单单赦免 刚才我说 那个叫做趋记忆的概念 可是除了赦免之外 我们就需要进行 人权侵害的历史真相的统治 来理解 所以转型正义的主持人 叫图图主教 他写了一本 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的书 记载了许许多多 因为当事人的讲话 撼动人心的场面 比如说警察 为了争取赦免 他就把当初他怎么样 灵略犯人的过程讲出来 让所有的人都看见 人性真正的邪恶 藏在人里面的 那一个可怕 如果没有加害者的坦诚 这些家属 甚至于有些家属 永远不会知道 他们遗失的 失踪的家属 所在在哪里 难非用这种 特赦换真相 真相换和解 和解换未来 我真觉得我们台湾 可以参考 最最重要的是 他们教会的工作 他们教会积极参与 转型正义的工作 虽然我知道 跟我们台湾 唯一的不同 他们的基督徒 占了百分之八十 七八十 我们的基督徒 只有七或八 当然以前有人说是五 可是最近我看到资料 已经到了七多了 在种族隔离时代 当然白人教会 黑人教会 都有加害者 可是真相和解委员会 成立以后 许多的听证会 都直接办在教会 让加害者或被害者 直接上来 叙说他的历史经验 他的自己的故事 尤其加害者 他也可以直接 在教会诉说 他参与的故事 然后借着同心的祷告 借着饶恕认罪 就使得加害者 被害者 可以在一起拥抱 可以在一起流泪 可以得到真心的 抚慰跟宽恕 台湾这个教会 虽然他们之所以 选择教会来做 因为七八成的人 都在教会里 我们虽然只有七跟八的 基督徒 但是只有我们 会深刻地认识到 什么叫做认罪 跟饶恕的关系 我们在座 每一个人在做多数的 基督徒都应该理解 认罪就跟饶恕 连结在一起 我们甚至于知道 教会内部就有 加害人跟被害人 教会跟教会之间 也有加害教会 跟被害教会 我们是不是 我可以这样子提 我们用南非的模式 从教会自己做起 处理教会自己 内部弟兄姐妹的 饶恕 认罪 跟和解 所以 我就用这样子的经文 来结束 我跟大家的报告 因为我还是要 剩下几分钟 因为主办的 希望我们能够有一个 询问答的时间 这个经文 以夫所说 二章十四到十六节 我想非常清楚 可是我非常喜爱它 我也希望再念它一下 因它使我们和睦 将两下和而为一 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而且以自己的身体 废掉冤仇 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 要将两下 借着自己 造成一个新人 如此便成就了和睦 既在十架上面了冤仇 便借着十架 使两下归为一体 与神和好了 因为神教导我们 使人和睦的人 有福了 那个十字架 在台湾今天的社会 可不可以就是基督教会 那个十字架 使两下灭了冤仇 使两下成为一 我们教会 可不可以成为这个社会 那个和睦的种子 我们自己 愿意将这样子宽恕 追求真相的心意表达出来 我们甚至愿意 跟其他的教会 一起来合作 做这样子的事 我只知道一点 转型正义一日 没有曙光 白色恐怖 撒旦 就会在黑暗中继续掌权 没有和解 我根本不能想象 有团结或者光明 善良的台湾 如果教会可以依照圣经的教导 开始教会跟教会的对话 加害格跟社会爱者的对话 将转型正义 定位在寻求和解 而不是寻求在报复 我相信 教会会成为这个社会的光 这个教会 可以成为这个社会的盐 因为只有十分钟了 我必须要停下来 谢谢今天各位的耐心 好 我们剩下十几分